我們今天來這間網紅店 飯樓喝茶 一宗兩件 我們進去了 裡面是很多人在排隊 這裡有樓下大堂的位置 有些雀躍在這裡 我們留一張臉先進去 上面就是飲茶的位置 趁等一段時間我們去咖啡那邊休息一下 睡醒咖啡 我是第一次來這間店的 它是連續五年獲得這個金獎 這邊的咖啡是九元杯而已 有些十多元 而且超級便宜 又冷又熱 超級便宜的 還有這個醬香的咖啡 很出名的大陸 我們先試試這九元雞 這個帥哥就是代言人 小千絲 一揚千絲 數碼拿咖啡 喝咖啡有點熱色感 拿東西套著它 這是九元的咖啡 也挺大杯的 超划算 咖啡開箱環節 冰也挺多的 試試味道如何 有些椰香味 椰香味 對 又不是很甜 都挺好喝 奶味比較重 但是很滑 都很好喝 真的挺好喝的 奶味比較重 我等了不需十分鐘 我們已經到了 到我們了 感受一下排隊的氣氛 也很快的 有Display在這裏 又要勉強一下 究竟你何時到 大家都可以掃曲 看一看進度 都可以 以前的阿伯 喝茶 會拿著鳥籠過去 喝茶 差不多到我們了 先拍一下獎牌 就是這個 最受歡迎的 粵式茶點粉牌 就很多正書 榮獲亞洲地表味道 香脆明蝦 紅米腸 這個位置也挺受歡迎 很多人在這裏打卡 拍一下照樣的 終於上得 我們進去 終於試到這間人氣的飲茶便 叫做茶樓梯 這個位置很漂亮的 我們先進去 很多精龍在這裏 很多人在這裏打卡 進來是很大的 有些玻璃的裝飾 有些鳥籠 有些鳥籠 很多位置 不過這個牆真的超大 有些挺的 我們就坐這裏 這邊有個茶壺 還有那些茶具 方便自助喝茶 但是重點名 都有四人餐 二人餐 包了很多人氣的食物 我們在考慮 究竟叫四人餐 還是要二人餐 再散佼 今天有幾個茶包 鳥籠茶 最後還是決定叫四人餐 方便快戰 首先會幫我們洗好茶壺 所以完全不用自己動手 今天喝茶要有講究 要有儀式感 將茶葉 沖一沖水 洗乾淨去 再沖 水滾茶 好 完成 這是一杯 哇 挺精緻的 有個帶座 裝著 下杯茶 茶包也是給我們三包 怕我們不夠濃 再添茶葉 旁邊有個壺滾著熱水 好的茶最重要是滾水 方便 話說帆流是有它的意思 大家看看 帆流是因為它蝦狗而聞名西關 所以帆流這個名字就這樣來了 帆流這間店是深圳和上海主打的 它很久以前都有一個典故 大家看看 四人餐 包了它大致上的人氣美食 有粥 紅麥腸 黃金糕 炸春卷 榴槤 蝦餃 翠雕鮮魚片 包 鳳爪 排骨 全包 才是三百多元 小鮮魚片 帶一轉之後就自己針了 大家拿這個壺 自己針 很方便 針完之後就把茶 倒入這裡 攤一攤 然後就可以自己針了 周邊的環境是這樣的 它的出位置就是玻璃 制線西關的那些建築特色風格 旁邊的環境是有食物 我們等了十五分鐘就有食物還未到 我們再等一等 咦 咦 我們的店心也到達了 生煎包和粥 噢 原來呢它叫做生煎香菇包 這個呢就是賴灣艇製粥 裝飾呢 都蠻靚的 有到花在那裡 咦 起筷了 起筷了 面那陣子又軟軟 喂 餡料都蠢多 還有呢 嚼著煙 我不要吃了 好吃 這個是香菇包 但我在想是不是有肉 為何我找不到肉 只有香菇 但皮很嚼勁 很好吃 我吃完真的覺得蠻好吃 還有它裡面是有些菇的 因為它是香菇 生煎包 而且餡真的很多 不會張住很濃的那種 但很熱 蠻好吃的 鞋骨來了 好 謝謝 竟然有大蝦 油炸鬼 花生 蛋絲 芫荽蔥 賣相相不錯 這個就是招牌香脆明蝦紅米腸 就是拿獎的 賣相相不錯 很精緻 分了一 二 三 四 五 十小件 跟著這三個醬汁 這個點心看到是很精緻的 還有三個醬 這個是豉油 麻醬 還有辣椒醬 蘸少許豉油 試試 這個要趁熱吃 又試試這個 如何好醬汁 這個辣椒醬 看看味道是怎樣 喝這個醬汁就是惹味好多 好緊張 這個我上次在紅星也吃過 那個我就覺得沒有這個那麼好吃 還有上次我們喝茶 四個人 都喝了六百多元 東西還沒有這裡那麼多 還有這些東西 份量都是很足夠 而且都很好吃 來了來了 這個好像是榴槤酥 一份四件 整餐 辣相是不錯的 不會油腩腩 料多之餘 你看這些粥也是很綿 它這個真的是生菌粥 不是那種米漿那種 它這個排骨是很大份的 而且排骨不會很肥 下面有一些芋頭浪著 給大家買我的排骨 就是這樣的 不是說很肥 有些漿漿著排骨 它的芋頭是很大塊的 很軟 很軟 快點一夾讓開 這樣就很鬆化的 吃下去有點像吃蜂爪那種醬汁 就是那個醬香味和豆豉味 挺香的 一起來了 春卷 每來一個菜都幫你畫畫 確保那些菜已經到了 春卷有四件的 一開二 加上醬汁 蝦餃來了 以蝦餃而聞名 嘗嘗蝦餃是怎樣的 四人差不多有四粒 蝦餃大大粒 這個都要趁熱吃 尼老鼠都出現了 先對比一下 跟拳頭差不多 一半那麼大 這個就是涉佔上的中國 厲害 這麼大塊 黏緊了 行了 沒有爛皮 稀身一隻 給大家看看 究竟裡面有多少蝦肉 哇 差不多四塊大蝦 足料到爆 這個蝦餃真的吃蝦 名正而順是吃蝦 蝦都挺爽脆的 不錯 皮也挺薄的 就當我吃蝦 因為只會有蝦 口感就只會有蝦的口感 醬汁味道就不夠了 它這個說有蝦 但是看不到 是有些菜粒在這裡 一口一口 讓我朋友一口一口一口 吃掉它 哇 人家美味 這個就是印尼魚刺黃金糕 這個名字夠特別 有四份 這個黃金糕的紋路就好像 是 幾口一口就好像菠蘿一樣 一馬上是這樣的 就很乾爽 吃下去就有點硬 不是說是煙韌 不是說是甜 這名叫 印尼魚刺黃金糕 就看到黃金色了 魚刺 不知道是不是聞露 有些像魚刺 印尼應該 不知道是否那邊 請過來 不知道 口感都有點特別 也沒試過這個餡感 這個就是榴槤黃金酥 賣相都頗乾身的 試一試 它裡面榴槤餡很多 爆多 還有榴槤是那種頗不錯的榴槤 頗有榴槤香 榴槤蓉很多 皮是很脆的 你看看 非常爆多榴槤蓉 咦 銅爪也來了 銅爪 還有很多花生在這裡 先嘗嘗這個雞絲炸榴槤 先嘗嘗它的爽脆度 都頗硬身的 雖然它不油膩 但裡面的餡也有勃勃通通 是一些餡料黃加一些雞絲 味道不是特別好 一般般正常水準 香港通常這些都有蝦 這個反而沒有 香港吃的這些春卷也有蝦在裡面 沒有蝦就好像差一點 這個春卷有點像是吃炸雲吞 整得上這個炸卷是外皮只有硬 一些材料都不一般 又嘗嘗這個XO醬的鳳爪好不好吃 有些花生都不錯的 有些五香 八角的味道 不錯的 現在嘗嘗這個XO醬鳳爪的味道是怎樣 是我期待的味道 跟普通酒樓的XO醬 醬汁鳳爪差不多味 生煎包裡面也有煎過的 微微焦香 底裡還有一些白芝麻油 最後一樣這個叫做 涼拌脆鮮魚片 上菜的次序都有講究的 這個涼拌魚片 第一次吃 那些口感很爽 這隻除了水煮酸菜 原來都可以涼 有一點辣 提味的 那味道 幾好幾好 嘩 真是很爽 很爽脆 辣了 挺好吃的 很爽脆 有些花生 有些青瓜 有些鯛魚片 正 那鯛魚的爽脆 還有紅油很香 挺正 那最後吃的涼菜都不錯了 原來做了這個雜涼糕菜 傳聞是等超過30分鐘就有得送了 這樣都幾軟糯 先試一試 晚上是這樣的 甜甜的 有一點軟糯 麻辣糕 好像麻辣糕那樣 是 黏少少的麻辣糕 就是五粒大 有多東西 這個四人餐全部的菜都很高水準 性價比很高 三百多元已經包了這麼多東西 下次會再過來再試 絕大部份東西都是好吃的 最差就是這個 其他都是十分不錯的 果然是深圳人氣點心 專門點 在香港三百多元真的吃不到什麼 這裡竟然吃到一個四人餐 還以為這麼多東西 這一餐吃了這麼多點心 我覺得那個蝦紅米腸最好吃 之後第二我最喜歡這個山魚片 還有第三就是那個香菇包 是的 第四就是榴槤酥 暫時就這麼多 其他 而我覺得第一最好吃就是排骨 第二好吃就是那個 山煎包 第三就是那個 鳳酒也不錯的 還有這個涼菜也相當不錯 糕點炸春卷 還有這個糕很一般 大致上水準都差不多 這個四人餐就三百多元 人均消費一百元左右 性價比也不錯的 值得推薦大家過來吃 這條片先介紹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